说了军事,台湾也面临中共挖人才的威胁 马九总统昨天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主动披露 中共竟然以西湖房产作为诱因挖脚台湾的文创人才 虽然马总统觉得台湾拥有民主自由的创作环境是最大的优势 不过知名文化人质疑,在面对中共文化统战的时候 台湾文化部相应的政策到底在哪里 大陆非常积极在挖掘台湾的文化人才 总统马英九亲接中共平挖墙角 台湾文创人才流失严重 马总统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引朋友经历为鉴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被大陆挖去 在杭州西湖旁边盖了很多洞的别墅 他说这别墅送给你用 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他,他确实去了,也利用了 但是他还是经常回台湾来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里比较有创意 这里比较有泉源 总统倍感窝心认为台湾自由民主的环境 是人才发挥创意的最大优势 但面对中共文化统战 导演红红表示,政府不可轻忽 台湾文化实力逐渐流失 红红认为大陆能给的舞台和资源 台湾不可能给不出来 政府不能单靠文化人的骨气 自视民主自由却不开拓优良创作环境 如何亡羊补牢留住人才 或许才是曾喊出文化立国的总统 最该思考的首要之物 新唐人亚台电视 新唐人亚台湾红红和张之轩 台湾台北才能看到 新唐人亚台湾红